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财务软件当中呢 我们记的每一个transaction 软件背后都是记的一个journal entry 大家伙如果你要是通过财务软件的report code呢 你是可以看到这些journal entry的 那都是借方 贷方 然后有两个会计坑组成 并且是配评的 其实软件背后的原理就是journal entry 但是软件为了把我们平常财务工作变得简化 所以它把这个journal entry的这个记账流程变得简单了 那往常我们是需要决定会计科目的借方 贷方 并且这个会计科目是什么 最终有金额 但在财务软件当中呢 它把这些journal entry 按照功能进行了划分 比如我们打开interview这个功能 在录入账单的时候 供货商发给我们账单 我们在录入账单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软件当中 它默认你的cr那一边就是accounts payable 所以这个软件把整个流程变简单了 你只需要在软件界面当中选择你dr这边的会计科目是什么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用journal entry来去做账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不满足软件的要求 你只是生成了financial reports 但是软件的大部分功能 你是没有用上的 因为现在的财务软件 不光是只有生成报表这么简单了 它还有管理功能 那说到管理功能 最基础的就是你需要在录入每一个transaction的同时 还要录入供货商以及客户的基本信息 所以现在财务软件的重点呢 它就不让你再录入journal entry了 它希望你能够在录入transaction的同时 多放一些有用的信息进去 这样它就可以生成各种各样不一样的管理报表 比如AP相关的AR相关的报表 软件会通过这些管理报表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去付款 什么时候该去催我们的客户的钱 那menu journal这个功能在我们财务软件当中 平常的工作当中还是会被用到的 那现在主要用到它 不是因为用它来记账 更多的是用它来做一些每个月 每个季度 或者每一年的一些数据调整 比如说我们做的折旧 就是通过财务软件当中menu journal这个功能来记账了 我今天主要跟大家说了一下 咱们在财务软件当中menu journal这个功能到底应该什么时候用 我希望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好的了解咱们财务软件当中menu journal这个功能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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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